Welcome to IT HANDY GUIDE TUTORIAL 我是Kevin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討論這個 subset 但是我們要使用 Full Assertion 來討論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我們的程式碼 在我們程式碼呢 我們在這個地方就是要開始討論 Full Assertion 這邊稍微小畫一點 下面稍微小畫一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OK 首先呢這個 這個Full Assertion 它就是說這個collection 應該要比 subset of 你的另外一個collection 然後那接下來這邊還有一個Full Assertion 就是你的CustomFull Assertion 可以打在這裡 那這裡意思是說 這個collection 應該要是Subset of另外一個collection 就是這個是SuperSet 這個是Subset 再說一次喔 這是SuperSet 這是Subset 這是大的Set 這是小的Set 接下來就是你可以使用 BeSubsetOf 跟NotBeSubsetOf 就是它的想法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裡 首先呢 就是說 Clestion5呢 我們剛才有跟你說 Clestion5是Clestion1號的Subset Clestion5是Clestion2號的Subset Clestion5是Clestion3號的Subset 好那 我們這邊就說 Clestion5呢 應該要是Clestion1號的Subset Clestion5呢 應該 應該是 這個2號的Subset Clestion5呢 應該是3號的Subset 這三個肯定也是會PASS的 好那 它除了這三種用法以外 它除了這種用法以外 它還有另外一種用法就是說 你裡面可以放一個 放一個這個Array 好 任意一個Array 或是ObjectArray 或是什麼東西都可以 就放一個Clestion 進來 好那 你可以知道說 就是這裡面就是STR 而我剛才說 任意一個Clestion 應該也是錯的 你好像不能放List 還是什麼 它Anyway 反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New 然後跨虎 這樣子你就不用管它了 好 那你可以實驗一下 放List 行不行 我就懶得實驗了 那這邊的話就是 這個裡面 我知道說這是1234 好這是1234 所以呢 1234 這是Collection1裡面的值 可是它有多的STR5跟STR6 所以呢 我們知道說 這一個它是 這個SuperSet 是有包含這個Subset 所以它會PASS 好那 我們接下來再來看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 就是我不可以寫成 欸 對不起 這個不是 這只是說 1234呢 它是 the subset of這個東西 所以它會PASS 好那接下來是 這個是會Fail的 那我們知道說 Collection3號呢 它Collection3號是2143 那2143呢 那這個Collection5號呢 是只有2跟3 所以我跟你說 Collection3號是 Collection5號的Subset 那肯定是錯的 因為這是大的C 這是小的C 完全是相反的 你如果把5跟3 這兩個對調 它就會PASS 但是它不是 所以它這個時候呢 就會Fail 那既然這個會Fail 那它的相反就是 not beSubsetOff 它就會PASS 那我們先來證明 這個會Fail給你看 我也是來Run一下 然後Fail給你看 這邊就稍微等它一下 好 那你就會發現它有個FailEarMessage 我們研究一下 它要跟你說 這個Collection3號呢 應該是 SubsetOff 2跟3 但是呢 你卻還多了1跟4 你卻還多了1跟4 所以這時候就沒有辦法 好 然後那我們這邊再把它還原回來 然後再重新Run一次 我們這時候就RunAll 好 RunAll 確認說現在是每一個Method 都可以跑的 好 那 這邊要強調一點 就是 FoolEarSession裡面有Content 當然有比SubsetOff 那它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其實都可以互相對調使用 重點是說 你只要了解它的語法就行了 好 那我們這一個 這個FoolEarSession 包括Subset的東西 好 我們就講到這邊 那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好